今天我们继续回到这个湖景别墅小区Waterley 给大家介绍一套40多万的四卧三位独栋别墅 这套户型呢也是50尺面宽的独栋别墅 它是一个一层的独栋别墅大平层 那我们先看它一进门首先左手呢 就是两个卧室共用了一个洗手间 我们去看一下第一个卧室 这个卧室被设计成了一个书房和休憩的地方 它也有自己的衣帽间 采光不错 这就是两个小卧室共用的洗手间 它装了两个台下盆 跟十三分离的设计 浴缸上也有冲凉设备 带自己的窗 所以采光这个洗手间就非常不错 再看一下第二个小卧室 这个小卧室面积也挺不错的 带窗 洗独立的衣帽间 那我们现在回到玄关继续向前走 玄关的右手就是另外一个卧室 以及通向车库的门 这个卧室的门口呢 也有一个独立的浴室 这个浴室装了冲凉房 因为这个浴室 基本上就是这个小卧室在用 所以它有点难套房的意思 来看一下它的卧室面积 带窗 独立的衣帽间 因为是进车库的门 所以它这里做了一个我们叫的job zone 放我们要直放包的地方 继续往前走 玄关的左手就是一个非常宽敞的洗衣房 大家看它这里洗衣房采光是满满的 装了柜子 足够的地方给洗几个烘干机 它这里有一个门 其实是空调机的工作室 那么回到玄关继续往前走 就是这个户型的客厅 正式用餐空间 以及它的开放式厨房 它的厨房也是采用了抽到室外的抽油烟机 全部都是嵌入式的烤箱 而且它这里还装了一个可以面积不小的步入式的储藏室 双开门冰箱 洗碗机 和现在流行的农场室大洗水盆 那我们再看一下它卧室旁边的主卧套房 这里主卧套房虽然都是一个大平层 但是它尽可能的把主卧和其他的小卧室都分开了 所以大人和孩子之间也都互相不会干扰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浴室 这里是双台下盆 浴室虽然面积不是很大 但是它也装了浴室、冲凉房和浴缸 而且还有带自己的窗户采光非常不错 浴室的尽头就是一个步入式的衣帽间 面积也不小 衣帽间的旁边就是带隐私门的马桶间 那我们在这里有一个流浴流的正式用餐空间 双推拉门到后院 看完了房子 我们也和大家聊聊我们对这套户型的想法吧 这是一个独栋别墅 它是一个大平层 有四个卧室、三个洗手间 它的主卧当然是在一楼了 它的三个小卧室也都是在一楼 一进门就是有两个小卧室共用一个洗手间 然后在旁边走玄关的对面有另外一个小卧室 它基本上是像一个套房的设计 小卧室的旁边就有一个洗手间 我觉得这个户型还是非常适合家里人口少 特别是不喜欢爬楼梯的朋友 不管你是年纪大了 腿脚不方便 或者就是因为像我这样子 完全是个人喜好 不喜欢走楼梯的话 那这样的户型就非常适合 而且我觉得它在比较小的面宽和空间里面 也想的比较周全 它尽可能的把主卧和三个小卧室都分开放 所以中间隔了客厅和车库 让主卧尽少尽可能的少受到 其他小卧室的一些噪音呀 或者是生活习惯上的一些影响 在主卧套房的卫生间也设计的非常不错 它里面不但有一个 步入式的非常大的衣帽间 而且它有浴缸和冲凉房两个都有 在越来越多的户型里面 我们见到的就是很多户型都没有办法 就是说再放一个浴缸 经常就是一个冲凉房 我觉得如果有浴缸这个选择的话 虽然一年用不了几次 但是一旦用的时候 还真的是享受到自己家里的这种贴心和温馨 你觉得这套房子怎么样 和两层四卧别墅相比 你跟喜欢哪一个户型呢 如果你喜欢这套户型的话 你可以点击视频下面的更多详细信息 找我们的联系方式 联系我们帮你拿到最大的买家优惠 如果你不喜欢这个户型也没有关系 关注我们 下次带你看更好的奥兰多房子